小朋友專心的看著書中的內容 同時經由媽媽在一旁的講解 也讓歷史文化變得神通活潑 光明國小為了發揚本土語言 集穿成在地文化 因此特別編譯閩南語故事繪本 並在7月15號上午 舉辦道轉去聖姬廷新書發表會 南崁五福宮是爐族的信仰中心 也是歷史的發源地 我要謝謝光明國小的李明中校長 率領的團隊 做了五福宮的介紹 我們把五福宮的故事 把它整理成一份鄉土教材 並且把它改成用閩南語台語 可以發音的教材 所以我們做了這份教材 是跟著大廟來挖堡 來尋找文史的記錄 這次由光明國小編印的 道轉去聖姬廷閩南語繪本 主要是將南崁五福宮的歷史 透過閩南語文字及插畫 來向民眾多元呈現 同時校方也將會把道轉去聖姬廷 融入課程中 藉此要讓學生更了解自己家鄉的歷史 我們在108課綱裡面 每一個學校他都必須要30%的校本課程 那因此我們光明國小整個教學團隊 就希望讓小朋友能從地方的文史能深刻的去體驗跟出發 因此透過這個閩南語繪本的編制 讓小朋友可以知道家鄉的歷史 就好像剛剛作者講 他來了可能一百多次 因為這一次的編書 他才發現他的阿公的名字竟然是刻在廟的石碑上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教材 在我們新課程裡面各個領域裡面都有不一樣的體材 光明國小透過將道轉去聖姬廷 融入跟著大廟來挖堡的校本課程 不僅要讓學生認識自己生長的土地歷史故事 同時光明國小也將會把繪本分給桃園室內的其他學校及政府單位 期望要將南侃特有的歷史人文延續下去 記者王中均 桃園報導